環保層面廣大也是一点一滴做起 校长握着环保笔为全校加油 那藉由持绩在30年来 环保教育的一个努力的一个经验 能够提供给我们的孩子多一点的讯息 那也希望他们能够去做一些效法 那每个人把这样的一个环保的种子 能够把它发扬出去 我相信一个人做一点点 具体的力量就会非常的大 南山中学举办校内特展 每节课有一个班级学生 在闯关游戏当中学习 到早餐店的那一关的时候 我发现其实早餐制造的 碳排放量还蛮多 所以以后我就是要吃早餐的时候 尽量就是内用 这样子就可以不用拿塑胶袋 而且饮料也可以跟老板说 不需要帮我封起来也不用洗 设定方向做个不塑之课 练习与塑胶袋渐行渐远 清净环境才能越来越近 大约新闻真身美职工 陈金芝 涂耀南台北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优优 Shift